喂 徐老师 果果吐了 对啊 没有吃什么 严重吗 那个徐老师 您稍等一下啊 你没事吧 大哥 你没事吧 大伯 我没事吧 能起来不啊 你看看 你能起来吗 不能起来啊 不能 不能 躺下来 躺下来 看看他 喂 徐老师 你什么时候来解小苹果呀 就 这边有点急事 你稍微帮我照看一下 你撞人了 我告诉你不能走啊你 谁说要走啊 大伯 刚才我速度非常慢 可能也就十几脉吧 而且我应该没撞到您 我撞到您我应该有感觉的 对吧 小姑娘 你讲话忒良心啊 你一开这车 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我都看见你了 你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呢 喂 姐妹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有点事过不去了 这样吧 我把订单给您取消吧 什么 钱 钱 我钱会自动退回去的 好吧 抱歉啊 抱歉 那这样吧 您要有事情啊 那 那就套钱 照片 赔钱 一万块 多少 一万 一万块钱 好了 我讲给你听啊 王浩X光要拍吧 CT要做吧 合资共振 老电波扫描 好好好 万一我这个图 大伯 大伯 我还要打钩吧 我现在确定我刚才没有撞到你 还有服务器的 恢复营养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一万块钱都不够的 我我我我把调号码留给你 之后我带他去派出所 还不行吗 不行的 我现在有点急 不行啊 不行啊 喂 喂 对啊 你就这样了吧 我发烧了 还挺好的 客气也不能 你不能走啊 不要相信我呀 你别拍我好了 你别拍我 你先掏一点钱 一会儿到医院看了 钱不够 大伯 他没工夫 我是他朋友 我带你去医院 你算哪根葱啊 大伯 前面呀 就有一个江州市最好的私立医院 两万八的全身体检 咱们来一套 跪是跪了一点嘛 但是您伤得这么重 咱们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的呀 你说得都容易啊 你让我把他放了 万一到半路上到医院 你跑掉了 我找谁去啊 大伯 您放心啊 您要是真受伤这么严重的话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但是如果您要是没病装病 想要让我们赔偿 那您这就算敲诈 勒索 那咱们可是要去派出所 找警察同志好好聊一聊的呀 另外啊 这个检查费两万八 还有我的这个务工费 大伯 您还是要付一下的 小姑娘 您也太狠了吧 你要是说我要钱要得多 你可以还价吗 我 我给你打个折 大伯 那我打电话了 不不不 等等等等 我 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 不是那么太疼 我试试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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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自己 我 我自己去看 你车牌我记住了 回头我找你报箱 不是 大伯 大伯你转着台啊 走啊 走啊 这是怎么解释的 这个大伯好像有点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才反应过来 小姑娘 实在对不起啊 我们刚才误会你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大家都好意思 都散了吧 好吧 都散了吧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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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啊 那个 其实我知道他是碰瓷的 他就是看准了 像你这样的人 不会跟他纠缠 我们方舟好几个同事 都被他讹了 这个时间 你怎么有工夫 在这儿闲逛啊 我 嫌等外卖的时间太长了 像我现在这样的 边缘员工 出来冒充一下外卖小哥 顺便 路见不平 歇就不必了 赶紧回去看看孩子吧 还是我儿子能干哪 家里盖房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就放心了 行 那我看我姐回来了 妈 汐儿 你要是像你弟弟这么懂事就好了 妈 我最近手头紧 花钱的地方也多 实在是挪不出来钱 但之前 哪一次你管我要钱我没给啊 爸 不是我说啊 你弟弟就是懂事 还大方 两万五 你弟弟刚发的工资就转给我 哪像你呀 天天就知道自己在外边浪 不顾家里头 我怎么就不管家里头了呀 妈是这 说话真的是挺伤人的 咱们家那车 洗衣机 彩电 冰箱 哪个不是我买的呀 我养着一大家子的人 我也不容易的呀 我养你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啊 你天天就知道让我受气 像个恶人一样 妈妈妈 妈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姐姐平常真的为家里 出很多力道 你不能这么说 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了 家里有点困难 你拿点钱出来 不是应该的吗 是 妈 你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吧 我 有 点 他 江海 江海 你过来 我 江海坐 我问你啊 你那两万五哪儿来的 那就是 那你 你 你今天给我那个 说交水电费和夏季度房租那钱的 那我想问问你啊 那房租水电怎么卖啊 我正是听你前两天不是说那个 签那个大单要发财了吗 妈妈那边催着又急 所以我就把这个钱都挪用了 谁让你挪用的 谁啊 你挪用之前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呀 我一声呢 我 我问你怎么办 你让我跟你拿着行李箱 我们俩出去睡大马路吗 不是 姐 这个 至于吗 我们 你那大单黄了 奖金没到手吗 一分钱都没到手 她什么都没给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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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了 完了 姐 不是 姐 姐 我真的 我 不是 你这你不能怪我 我真不知道 我那天听你 那天晚上你在那 蹦蹦跳跳那么开心 我真以为你挣到钱了 所以我才把钱挪用一下 我真没有想到 我 我 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我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啊 江海 你就是个神坎你 对不起啊 不接呀 你看 喂 我要见你 我以为你不打算见我了 你不是很忙吗 调动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能提前 跟我打个招呼啊 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这是人事部门做的决定 我为了这件事情 已经尽我所能 再说了 我已经按照之前我对你的承诺 给你升职了呀 你明明知道我一直想要的 都是推广部主管的位置 那个什么 战略创新部就是个虚职 那个部门所有的人都忍忍自问 是啊 我的工资是涨了 可是我的奖金没有了呀 我的总收入不增反减 没有 那个米雪 你阴阳怪气地跟我说什么 问我是不是要离职 这跟离职有什么区别呀 现在离职的人是乔李 我私下告诉你 人事部已经约他谈了 按理说 他的资历可比你老 淘汰的名额只有一个 为什么是他不是你 九宫阁的考核 你的成绩是不理想 小熊单车对你的投诉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你在人事部门是有案底的 再加上你平时做事太高调了 那同事之间的关系 你心里比我清楚 我不清楚 就这样 我已经给你升职了 你之前不总跟我抱怨吗 说你没有时间想逛街想休息 那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休息一下看看书 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吗 可是我 我就是想回产品部 借单加薪奖金 它也能代表一种价值 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挺重要的 那你就得好好干啊 那换个部门 我们俩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说到底 你还是在我手底下工作的 你就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吗 就想在你身边 好好跟着你学习 放心吧 以后我肯定会为了你更加的不处的 那你得好好表现 绿总 赶紧的 都等你了 快去 快去 好好努力